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这堂课呢 要跟各位谈一下什么叫做基底的转换 我们在上个单元有谈到一个数字系统有10进位 2进位 5进位 8进位 16进位 我们介绍这么多进位系统 那这些进位系统呢 他们中间 怎么样来互相转换呢 好 那首先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数字其实它可以 被表示成很多等效的一个方法 譬如说 9 这个数字 就是 他在10进位这个数字 如果你用2进位来表示的话 你可以把它 表示成1001 可是如果是你用8进位来表示它的话就是0011 这两个呢 其实虽然他的表示方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表示的都是同一个量 一个数量一个数字 好 好 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你怎么样把10进位 Decimal就是10进位 10进位里面的41这个 数字呢 把它变成2进位 那 比较标准的做法就是说我们用常储法 常储法 那 各位看一下 41呢 如果去除以2 你会得到20 那会有一个余数是1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余数 数 好 那这个20呢 继续再除以2 你会得到10 那他得到了余数是0 然后这个10呢 然后这个10呢继续除以2 得到5 那余数是0 5呢去除以2 得到2余数是1 然后2再除以2得到1余数是0 当你这里变成1的时候就把它停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 开始 把它 沿着这个地方写下来 得到的数值就是 1 0 1 0 0 1 OK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 41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验算 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是2的0次嘛 所以说1乘以2的0次 然后一次2次3次 这个是 2的3次 4次5次 这是2的5次 然后 这个 1乘以2的5次就32 这个是32 加上1乘以2的30是8 再加上1乘以2的0次就是1 所以他得到的是41次 那为什么是这个规则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1呢 就是在最 里面这个1嘛 他其实呢是没有乘以任何2的 他就是直接 41除以2余下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乘以2的0次 然后这个0呢 其实他已经经过一个除以2的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乘以2的 一次 那这个地方呢 是乘以2的2次 那 你要得到这个余数 这个1呢 其实他中间已经 做了3次 做了3次的这个 除法 所以 2的3次 这个地方是2的4次 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呢 是2的5次 最后这一个呢 其实已经出了5次的除法 出了5次的除法 OK 好 所以基本上它的原理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 你只要用一个长除法 然后不断的除以2 然后把它的余数保留下来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 得到我们的二进位 那这样子的这种东西呢 你在写程式的话 也非常简单 你就写一个回圈 不断的除以2 然后呢 一直到 剩下这个值是1的话 就OK了 然后再把余数呢 把它储存下来 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 这个二进位的一个表示方法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153要 变成 这个 8进位的话怎么办呢 那刚二进位是除以2吗 8进位就除以8 非常简单 所以就是 153 然后 8 那153除以8你会得到那个 是19 商是19 然后余数保留下来 然后19再除以8 然后 他是商是2 然后余数是3 那8 这个2呢已经小于8了 所以就停止 然后接下来呢 就从这边 开始 由左 向右写 所以是得到231 所以153 这个10进位 153 相当 相当于呢 这个 在8进位里面的231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如果是小数点的话 0.6875 那刚刚整数的部分呢 是用除的 各位想想看嘛 这个 之前呢 这个二进位的话是什么 就是 比如说 3乘以2的5次啦 加 错错了 加上 譬如说 1乘以2的4次 加上 点点点 这个地方呢 是乘以2嘛 所以你要 去表示它的话 是要用除的 那小数点以后呢 就是 2的 负1 就是 类似像这种 2的负1 所以 你要 你就要把这个东西 用乘法把它乘回来 把它还原 所以 像 0.6875呢 你就 开始就是 乘以2 那 把它乘以2之后呢 你会得到的是 这个0.6875乘以2 就是 1.375 OK 然后接下来再继续乘以2 就得到0.75 然后再乘以2 1.5 再乘以2呢 得到的这个地方都是0 好 所以我们乘法的部分呢 只做小数的部分就好 但是这个整数的部分呢 它的意义就 比较重要一点了 它就是 它的系数 好 对不起 好 它就会 0.6875呢 就会变成 0.1011 0.101 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呢 因为各位看一下 这个 原先代表是2的 -1嘛 对不对 2的 -1 你乘以2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就移位过来了 他就得到1 OK 然后呢 你 这里乘以2次 就是这个位元 你乘以2次之后这个就会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乘以2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位元把它提取出来 所以这里就会变成 1011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运算 这个地方呢 2的负义代表0.5 然后这是0.25 这个地方是0.125 这个地方呢是0.0625 你把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0.6875 OK 好所以记得 如果是要把这个小数 的地方转换成2进位的话用乘的 整数的部分呢 整数的部分用除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要把0.153转换成8进位的话 这是有小数点了 所以就是乘以8 所以得到4.104 然后再做 小数部分的乘法得到0.832 再乘以8 0.6 656 然后 5.28 然后再接下来1.984 7.892 就是每一次呢在乘8的时候 都是只做小数的部分 好 然后呢 这一个转换呢就是他的 把他的这个整数的部分把它拿出来 记得啊 0.123如果是10进位的话 你的乘以每乘以10就是小数点就 跑一位过来嘛 所以你就可以这个系数代表了就是 他真正的结果 所以你要你要把这个提取出来 把8进位的这个值提取出来就是乘以8 OK 所以 0.1513呢得到就是0.406 517 但是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不等于 000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做完 所以 他 没有办法 表示成 这个 只有这6个位数 他没有办法表示他 OK 除非说你做到最后呢小数部分都是000 他才算是转换完毕 OK 那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不是2 而是8 把它改一下 这是8进位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刚刚41呢 透过常储法 我们得到101001 的二进位表示方式 然后呢 这个 0.6875 透过乘以2 你可以得到0.1011 这样的一个表示方式 所以 41.6875呢就是 整数的部分 整数的部分 对整数的部分 然后小数的部分 对小数的部分 所以 当你在做这种转换的时候呢 就是把整数跟小数分开来处理 那同样的 要把它转换成8进位的话 用同样的方法 这里没有写好 这是8进位 这里是8进位 ok 等一下再修改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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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